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评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案 窗不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老费评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当官司说 今天最低在16684点 最高来到16825点 那就是收盘的位置 收盘的时候大涨了153点 调总值是2966亿元 今天是开高走高的 这样一个格局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 才能够成为赢家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罗宾汉老师 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大概又让大家非常的一个振奋 是的 毕竟既昨天大涨了129点之后 那今天又涨了153点 对 那昨天在涨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他留着上影线 碰到了季线之后做压回 而且昨天贵买是跌的 但是对于昨天贵买的拉回 我想我在节目里面 我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是 我说你先让指数攻上去 好那后来这些小型股 自然就会补上 你看今天小型股不就上来了吗 那今天盘面上涨停了怎么样 涨停了有29家之多 对不对 30家了 那这里头甚至于 还有我们锁定的一个标的 这个稍后会再跟各位 来做一个说明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 随着说国庆假日回来之后 连两天大涨之外 如果说算起来日K线怎么样 也出现了四根的一个红棒 也就是说日K线出现四连红 那这四天下来 平均起来每天都涨超过白点 因为四天价格已经涨超过420点 甚至于450点左右了 对不对 那我想 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 尤其今天怎么样 站上纪线 一条下降的反压 昨天第一次去碰到 今天再一次的一个挑战 而且马上就挑战成功了 代表整个多头的一个企图心 非常强劲 而且就目前来讲 整个盘面的一个优势 整个盘面的一个主控权 怎么样 又回归到怎么样 由多头来做一个主导 对不对 那重点我想 对于现在这个结果 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了 多头掌握优势 但是记不记得 当时行情还在低档 大概一万 约莫大概在一万六千两百点 一万六千三百点 因为差一点点 当时不是差一点点又破底吗 当时在一万六千两百点 一万六千三百点的时候 当大家还在担心 到底半年线都站不上去 到底一六二零二 会不会是一个 所谓的能不能守住 一个底部的位置的时候 当大家最在担忧的时候 当时我怎么告诉各位 当时我告诉各位 十月的行情 它会更好 我不是事后现在 十月份涨上来 我给你事后放马后炮 我说大家都可以回去 听听看过去 我们的视频也好 我们那个节目也好 在九月二十八号 当时要放中秋廉价之前 我就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我说十月行情会更好 当时我要用塔罗牌 魔术师 有没有 头上顶着一个 无穷大的一个符号 为什么 因为十月的行情 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那为什么会有 无限的想象空间 因为按照排意 对不对 地水火风四大元素 都到齐了 当然反应在盘面上 不是地水火风 反应在盘面上 我说过九月的营收 对不对 第四季的一个旺季效应 接下来总统大选的一个政策做多 加上明年台股的一个成长性 不管是个体或者整个总体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四大元素具备 对不对 所以一旦东风吹起 必然会让十月的台股 充满了无限的一个爆发力 没错 那我想回过头到现在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用再多讲什么了 好 对不对 那尤其我说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做股票 最重要的 你不用去太在意 今天行情涨多少 跌多少 最重要的还是说 整个趋势 你也没有改变 这个趋势 你也没有能够掌握到 我想投资朋友 你听我的节目这么久了 你再去比较一下 你听其他的一些专家权威 他所告诉你的 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相信其他多数的专家权威 名师名嘴 他告诉你的一定是 像今天大盘大涨 对不对 他一定告诉你 这个大盘大涨怎么样了 多么的一个兴奋 多么的愉快 盘面上有哪些股票大涨 那些是为什么大涨 对不对 他分析的都是头头是道 你说他有没有错 没错 因为他只是告诉你 一个继承的事实 哪些股票在涨 今天大盘为什么涨 对不对 但是我说真的 今天大盘大涨 需要他们来告诉你 不用 你自己是不要看 对不对 今天哪些股票大涨 我请问你自己看不到 自己看 对不对 所以他们看情听起来 他们讲的都对 但是我说真的 你认为你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对不对 但你听我的节目这么久 你应该请清楚 相较于人家 就在告诉你 今天盘面上哪些股票大涨 他为什么大涨 我告诉你的往往是怎么样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哪些股票接下来会涨 你要趁他还没有大涨之前 你先布局先卡位 必须躲在故事的前面 大盘也是一样 现在涨上来 大家都在讲 哇这个盘多好 站上季线又怎么样 有没有 问题是我说过的 9月底的时候 谁告诉你10月会更好 对 甚至于在往前推 那时候甚至于整个 我说底部 16202都岌岌可危 因为都打到16203的差一点就要破底了 那时候我告诉各位什么 叫等待黎敏的盘 没错 对不对 我都等待黎敏的盘 我用死神牌来跟各位解释 看似盘面了无声趣了 为什么 确实黑暗笼罩大地 可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不要看到后面 有一轮旭日即将动生 所以现在黑暗笼罩大地 可是未来黎敏即将到来 光明即将重现 所以那个时候 我说你要该布局的 你要趕快布局 对不对 甚至当时我告诉你 那个黎敏 那个旭日 就是AI 没错 那你看这 没有错了 今天你说AI有没有涨 部分的AI有涨 但是多数的AI是拉回 但是怎么样 如果说你这段时间 你掌握到这整个趋势 你AI那时候 还在底部的时候 你就像我们 我说过 AI这么多股票 我只锁定一档股票 叫做华硕 对 对不对 没错 你看当时 你是说这一波好了 当时还在底部的时候 350 360 370 380 一路的这样布局上来 你随着这波股价 昨天来到2388 你说你怎么会赚不到钱 你说那今天有震荡 震荡就震荡 你布局在那么低的一个位置 现在震荡难道不可以吗 可以啊 相较于AI三雄 当然这段时间 AI三雄也有反弹 但是我说过 做股票 AI三雄是好股票 是 绝对是好股票 但是我说过 相较于整个华硕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未来空间能够最大的 你要坦白讲 我们凭良心说了 如果就本质上 确实AI三雄有一些股票 例如像技嘉 像广达 甚至于这个伪创 其实就本质上 或许它会比华硕要好一点 我们事实上是这样说 没有错 但是我说过 你本质好 不代表你未来空间就大 对 因为你毕竟前面已经长了三倍五倍了 对不对 可是华硕位积很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较之下 我认为整个筹码面 在考量进去的话 我认为真正空间大的就是华硕 那既然空间大 就表示你能够赚得多 对啊 那我有什么理由 所以我锁定的就是华硕 而且我们做了两波段了 这个波段 从低档还没有发送之前 低档连入了一个买进 跟前一波不也是一样吗 你看前一波也是 350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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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99 399以下 我们就吃到宝 一路买到宝 有没有 后来一口气飙到438 我们高档出一趟 拉回 现在重新再来过 重新再布局 我不敢讲我们这边大赚特赚 赚到哪里去的 但是你哪一个是赚不到的 相较于如果说 AI三熊你买在高档的 现在还在等解套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要的是空间最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像这些股票 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是不是就连续的布局 当时很多人都说 华硕没去 我管它今天涨不涨 我要的是 未来会大涨就好了 未来我能够大赚就好了 我趋势有没有看对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想 就大盘也好 就个股也好 我想这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不是我今天涨上来了 不管是个股涨上来了 我在这边市售放马后炮 我当时就已经告诉你 十月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现在涨上突破了一个季线 我想这本来就预料中的事情 对不对 那重点 我也跟各位讲过 其实行情 我们帮各位掌握到了 个股 我也帮各位掌握到了 很多人都说 行情对了 我个股对了 我就一定赚钱 我也跟各位讲过 那也未必 对不一定 行情对了 你个股对了 如果你的操作方法不对 包括节奏 买进卖出的点位不对 你依旧赚不到钱 像华硕我们刚刚讲了 该你赚的时候 该你买的时候你不买 你去追在高点 你说你现在有没有赚钱 那可未必 我们是都赚 那我不知道 如果你前面追在四百多人 现在还在等解套 哪来有赚 可是按照我的方法 你就能够赚 另外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你看我当时在跟你讲华硕 我有没有每天跟你变来变去 没有 今天涨什么就告诉你什么 明天涨什么就涨什么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那些专家权威名师 每天都跟你讲 没有错了 好强 他们每天都有涨天板的股票 他们的股票都好飙 每天都不一样 今天给你讲个三档 明天又讲三档 一个礼拜下来 一二十档 你开什么玩笑 你有多 我一直想说 到底投资朋友钱都这么多 你一个礼拜能够买一二十档股票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 我从头到尾 我就一档股票 涨 我也告诉你 我就看好它 没涨 我也告诉你 我就看好它 对不对 我每天变来变去 所以换句话说 AI我就锁定唯一的大型股 AI的大型股 就是话说 对不对 那你看 你的资金集中在这里 我说过两波段上来 纵使它没有大涨倍数 可是它涨个两成也好 涨个三成也好 涨个20%也好 涨个30%也好 是不是你的总资产 你就增加这么多 你一百万在做 你就变成一百三十万 就变成 对不对 两百万就变成两百六 对不对 你的资金是完全 就是按照你 所赚到的一个比例 在增加 因为你的资金是集中 所以方法很重要 我说现在还不到 泪股起扬 百花齐放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一定要 用对方法 把你的资金集中起来 但相对 如果说你是资金分散的 对不对 其实你看 除了华硕以外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今天也很多人在讲 对 那就是2363的系统 系统 对不对 昨天涨点 今天再涨点 也是我们好朋友 好 那这档股票 我说投资票 你可以去问问会员 是 这档股票 有没有在放假之前 当时股价还在三字头的时候 我就告诉了会员 当他一发动 你很快会看到五字头 没错 你看 放假一回来两天 他就给你两根涨停板 明天再涨 再涨个两天 是不是很快就看到五字头了 这个我都讲在前面 我说过 会员 有没有讲过这些话 这个都可以去误问看 我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卢文斌不来说 涨上去了 在事后给你放马后跑 没有这一套 好 对不对 那华硕也好 系统也好 你看你如果说资金 你就是集中在这个位置 对 不管你是做谁 你说好像系统好了 如果你的资金 你就是集中系统 那你看 两天二十趴 对 一百万就变一百二十万 两百万就变二百四十万 对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是分散 在十档股票上面 你自己想想看 纵指系统今天涨停板 你赚多少 你十档股票 你不就十分之一的资金 十分之一 它涨停两天 你不准两趴 你的总部位是两趴 人家是涨二十趴 你是只有增加 而且我说 你要赚这两趴 还有一个前提 其他的九档是不能跌 没错 如果其他的股票是跌的 你这两趴一下就被吃掉 还变倒跌 真的 所以我说过 不同的一个盘面 你要有不同的策略 好 去做一个应对 而现在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 我们帮各位所建议的 就是让你的资金 能够集中起来 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好来听完我们怎么样 跟着老师把资金集中 然后发挥最大的效益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来转波段好行情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大家 现在该怎么布局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接下来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 再次跟大家重申 十月份的台股 果然会变得更好 对不对 老师在放假前 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因为接下来 有四大特点 第一个就是 第四季是旺季 九月的营收 也是在成长的 还有总统大选 即将要来了 而且明年成长力道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夹杂这四个优点 与一身 接下来呢 十月份的台股 果然会变得更好啦 所以今天我们 大家在追逐这个 我们的AI三雄的时候 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的 就是我们的 华硕这张好股票 还记不记得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一直到三九九 老师带大家进场买进 结果呢 一举突破到四三八的时候 老师说了 把我们的加码单 获利放口袋呀 手上满满的现金 准备跟着老师来赚第二波啦 所以说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 而且要用对好方法 对不对 所以对我们 到底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 才能够成为赢家呢 先告诉您电话号码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哦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节目是股市罗宾 汉梅之学员 罗宾老师 跟飞瓶先生陪伴大家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进场来布局 把资金集中 跟着老师进场 用对方法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不要忘了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好听的歌曲 来自于我们的 路易所带最后 好听的歌曲 Swiss Boy 瑞士男孩 锁定我的频道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 为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首 罗老师 继续回来了 怎么样把资金集中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进场布局好的股票 来转波段好行情 请教罗老师 我想台股在今天站上了 机械那个反压之后 尤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日K线四天四连红 算起来已经涨了 大概有450点左右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多方握有绝对的优势 甚至有更高点 有往更高点去做一个挑战 这样的一个实力 我想这不用多讲 因为我说过 我在九月底 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十月的行情怎么样 会更好 十月的行情 它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没错 我想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对不对 好 那重点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 拿一句老话 你要怎么做 对 你要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你不是说 我抓到股票就好了 抓到股票 你方法错了 你的效益会大打折扣 我刚刚也跟各位 听到了两档股票 一档叫做华硕 一档叫做系统 我想尤其是系统 这段时间 多少人在告诉你 它有多好 对不对 可是在放假之前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不要小看 它现在三字头的股价 很快让你看到五字头 有没有 今天已经四十五块半了 有 马上就看到五字头了 对 对不对 好 但是重点 这样的股票 你掌握到了 行情 也对了 你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大赚 不一定 那未必 我刚才举了 纵使你买到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板的一个系统 如果你的资金 它没有集中起来 对 你是分散在十档股票上 你纵使系统 它拉了两根涨停 但是只有占有你 资金的十分之一 等同它两根系 系统两根涨停 你就有赚两趴了 对啊 因为你就有十分之一 对啊 对不对 赚两趴 你其他的股票还不能跌 你其他的股票如果跌 你的两趴就没了 对啊 对不对 是 那你做到对的股票有用吗 没有 你要用对的方式 什么叫对的方式 如果现阶段 还不到百花其放 对 累股其痒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你的资金 必须怎么样 要把它集中在 好的股票上面 不用多 你就一档就够了 一档怎么样 一档抵过十档 你看系统一放假回来 连续两天就两根 是的 对不对 那你看 如果说你的资金 是集中在这里 随着它两去 连续两天两根 也就涨二十趴 少说二十趴 严格价格是二十一趴了 是 那你要讲说 二十趴也OK了 你的一百万 就变一百二十万了 是 对不对 但如果你分散 我说过 你分散 你的效益就出不来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一定要用对的方式 尤其现在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 所谓的一个 单股的一个体验营 为了就是要让各位 能够在现阶段 你用对的方式 去操作 能够让你的效益 能够发挥最大 那至于怎么样 从选股 然后到切入点的一个买进 然后再到后续 可能必须分段操作也好 又或者哪时候 该做一趟获利了结也好 我想这一切的一切 我说实际上 你就利用我们的 所谓的单股体验营 里面的早鸟计划 让各位怎么样 能够在第一时间 能够掌握到这些资讯 也同时能够实际的去体验 到底单股的一个操作 它的精髓 又或者它的一个 所谓的好处 到底在哪 我都讲的再多 都比不上 你亲自来体验 亲自来体验 对不对 你会更加的一个深刻 好 所以我说 我们的单股体验营 我们的早鸟计划 对 这段时间也一直帮各位 再做一个推出 好的 不过 我也必须要先跟各位说一声 这个早鸟计划 当然这段时间 也引发了很热烈的一个回响 是啊 但是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我们必须怎么样 就要把它做一个结案 结案 这个所谓的早鸟计划 会在这个礼拜 会做一个结案 好的 所以还没有利用这个 早鸟计划的一个听众朋友 可以赶快利用 这个礼拜的一个时间 尤其利用今天 为什么要利用今天 因为你今天如果前五名来电的 一个听众朋友 除了让各位能够体验 所谓的单股的一个体验营以外 最重要的 通知一律有专人通知 让你讯息完全不漏接 而且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精准的掌握到买卖点 好 所以说我们的单股体验营 早鸟起飞专案 不要忘记了 本周就要结案了 欢迎听我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参加我们的早鸟专案 今天前五名来电的老伴们 我们还加上了专人通知 让你讯息不漏接 行动不漏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打电话咯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 10月份的台股会变得更好 果然它变得更好 对不对 所以周天王们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跟请老师的脚步进场来布局呢 因为接下来大盘有四个优点 第四季是忘记了 9月份营兽也是在成长的 而且总统大选即将要来了 明年成长力道是比较大的 果然今天有多档好股票呢 都怎么样都已经涨上来了 甚至攻上涨停板 所以周天王们 想跟着老师资金集中 跟着老师进场来转波段好行情吗 我们的单股体验营 早鸟起飞专案 天王们 本周就要结案了 所以天王们 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哦 今天很特别 前五位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们 老师还特别让你专人通知 让你讯息不漏接 赶快 我们的单股体验营 今天继续开放名额 023659333 这是大力特务的第二号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哦 023659333 0223659333 前五名来电话朋友们 老师是专人通知 带您讯息不漏接 023659333 023659333 单股体验营 早鸟起飞专案 本周结案 赶快把握最后跟上的机会 0223659333 带你回进来 就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